脸书公司的扎克伯格正式宣布公司改名为Meta 展现打造元宇宙的决心 然而外媒报道Meta公司此举引来了网友强烈的嘲笑 据CNN报道对Facebook更名Meta仪式 大多数人都不买账还用力取笑新名字 The Daily Show则推文指出 得花好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某人是在Meta社团里被刺激了的说法 之所以改名Meta 官方说法是为了专注于发展元宇宙 代表Meta将会在虚拟实境VR与扩增实境AR领域的技术领域大力投资 根据Meta公司提供的资讯 今后将致力于扩展3D立体空间或投影在现实世界中 使用者即便与亲友隔分隔两地仍可共享沉浸式体验 一起实现在实体世界中无法成真的可能性 这将是社群科技全新的进化与演变 更将引领Meta开创崭新的篇章 然而报道指出 想要在虚拟世界里专注发展的Meta 仍旧免不了得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 先前才有吹哨人举报了该公司关于引算法的问题 让外界对于Meta如何处理仇恨言论 错误资讯的处理方式再度成为关注焦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